一名热爱威士忌的58岁男子,常常参加应酬,竟被检查处理缓食道癌。 这凸显外界重视台湾食道癌问题及可能的诱因。 医师指出,近半数台湾人口可能已罹患食道癌,并点出原因。 据健康2.0报道,这位58岁的白先生,一直以来都是酒精的爱好者,尤其偏爱口感浓郁的威士忌和高粱。 他每周至少有5天会参加应酬,并且资认自己的酒精代谢能力极佳。 然而,就在一次健康检查中,发现罹患食道癌的零状细胞癌。 白先生的情况并非孤立,在台湾每年约有2700人罹患食道癌,其中男性占9成以上。 这些病例中以零状细胞癌最为多见,被投健康管理医院的副院长梁成超指出。 这是一种由食道内的零状上皮细胞失去控制。 异常生长造成的癌症,食道癌的诱因也值得关注。 梁成超列出食道癌七大危险族群,包括抽烟、喝酒、嚼槟榔、偏爱吃过烫饮食、温度超过65摄氏度爱吃烟滋物以及食道曾经接触腐蚀性或放射性伤害。 此外,肥胖也会增加离缓食道癌的风险。 梁成超进一步说明食道癌的愈后相当差。 台湾食道癌的平均5年存活率仅12%至15%,但若能在第一期发现,5年存活率可高达60%至70%, 第二期为40%,第三期20%,而第四期则小于5%。 其主因在于食道癌的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异常不适,直到出现吞咽困难、喉咙卡卡等症状时, 多数病人已处于晚期,癌细胞已穿越食道粘膜层并侵犯食道肌肉层或临近组织,甚至可能因远处转移, 使得治疗变得极具挑战性。 食道癌存活率。 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显示,台湾将近一半以上的人口容易罹患食道癌, 有饮酒习惯者相较于没有饮酒习惯者,罹患食道癌的风险会提升3.8倍。 此外,根据美国史丹佛医学院的研究,台湾是全球Od2以全区青霉缺乏比例最高的地区, 约45%至47%的人口缺乏Od2基因。 梁承超提醒,饮酒后脸部出现红潮的人切无误以为自身代谢优良。 事实上,台湾人酒精代谢基因缺陷率高居全球首位, 脸红的人缺乏Od2,无法迅速清除酒精代谢后的有毒乙权。 这使得他们比不会脸红的人更容易罹患食道癌,口腔癌以及心脏疾病。 食道癌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疾病,但透过早期发现, 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定期的健康检查, 民众可以降低罹患食道癌的风险。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按赞分享。